净净 净净净 来啦 你来啦 嗯哼 这 怎么样 陪我玩场游戏吧 不玩 我还忙着呢 忙什么 别开别开啊 不礼貌的 我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讲得什么礼貌 你要没什么事 你就赶紧走 我还忙着呢 温泉酒店 原来赶我走 就是在找约会的地点 怎么样 需不需要我这个专家 给你一点意见呢 你和我说不太合适吧 你跟晶晶 还在介意啊 行 我呢 我也不想把我自己讲得那么伟大 委屈自己成全自己的兄弟 不过我现在真的明白 有些事呢 讲求的是天赋 就像你跟我玩游戏啊 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赢过 但做菜呢 就算你失去了味觉 还是很水有湿条街 这就是天赋 晶晶 晶晶 就是你的天赋 心理学上来说呢 爱情呢 是属于冲动的 不过呢 要我能够长久维持 也得看彼此的心灵气和 得要找到两个平率相近的人才行 我曾经以为晶晶和我是两个平率相近的人 但事实上呢 好像很大的落差 可不管怎么说 还是得谢谢你照顾晶晶 哎呀 说出来呢 我自己也不相信 不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只是把晶晶 当成好朋友 而且我现在啊 也找到一个 和自己平率相近的人 找到了 嗯 那你得好好珍惜啊 知道了 哎呀 玩游戏吧 好好好 赶紧玩一局 你赢过我 我再告诉你约会的地点 你以为我会说 哎 哎 开始了 嗯 玩了一整天 你还是没赢我 哎哎 别走别走别走 爸妈 我在等你啊 我有喜欢的人 你等我什么 我等你给我建议啊 哦 约会的地点是吧 嗯 我告诉你 去哪里不重要 重要的是 要让晶晶知道 你有用心 反正呢 跟你这种没有天赋的人 约会肯定是很无聊的 不过晶晶至少 可以自我安慰地觉得 毕竟Chef是用了心的 慢慢体会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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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